字幕志愿者 王晓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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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身邊嘉賓坐著的 有要財證券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愿者 安娜 早晨 先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看到恆指現在做23,733點 跌111點 至於國企指數跌89點 報10638點 大股成交達到316億多 這一節就是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想問 可以打電話來我們的熱線電話 204-6566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channel.com 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尹小姐 尹小姐你好 早晨兩位早晨 早晨 想問甚麼 我問一問和記黃寶 我沒有貨的 1299有貨 我想轉 請問你給個意見好嗎 有幫1299是多少錢拿著貨 41.6 41.6就想轉 有沒有想轉甚麼類型的股份 和記黃寶 我不懂得炒 所以想著和記是否穩陣 長持 和記黃寶 好啊 看看 13號和記黃寶 現價做96.9 暫時下跌2毫 反觀 有幫保險 現在下跌3毫半 佈42.7 其實阿諾 你有建議家庭觀眾尹小姐 由1299有幫保險 換馬到和記黃寶 這隻股份 你說想長渣 和黃本身都穩陣 我覺得長渣這些位置 跌的空間都不大 但是如果整個投資策略 是由有幫轉和黃 在這方面我就不太建議 因為論長渣 論穩健 有幫是更加穩健的 我覺得雖然可能見到 有幫的股價相對地處於較高的水平 但是絕對是有業績去支持他們的股價在這些高水平 至於和黃相對地 近期表現比較疲弱 其實和黃長渣 你說業務上面 當然你說環球的經濟復甦 他們表現未必說會太過差 特別見到歐洲的電信業務 都佔助街景 但是問題就是 短線來說 你可能說和黃 都會受累歐元下跌這方面的風險因素 而歐元的跌勢 看來短期來說 都未必說那麼容易去扭轉 所以我想你看回 如果由有幫轉和黃 我就絕對不建議 反而我覺得有幫 我聽到你說的那些賣入價 都相對地不算高 其實我覺得你說可以不妨繼續拿著這隻股份 特別你說長渣的話 我覺得右光更加有條件 去提高一線 所以重複整個技術走勢 其實有幫現階段的股價一點都不差 只要不跌穿42元這些位置 即是50天線這些水平 其實你說股價仍然是有條件再向上衝的 短線阻力位在44元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策略上 繼續拿著這隻股份 不跌穿42元 繼續拿著 至於目標價 我覺得有條件看48元這些水平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尹小姐 我們轉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 有李先生 早安 李先生 早安 兩位主持 我的883是13.6元買入的 升了上去之後 15元左右沒有賣 現在跌下來11元 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好啊 看看怎樣部署這隻股份 883中海油 見到現價做11.7號巴 暫時跌跌近2% 本身就在13.6元這些位置 拿著貨 怎樣看這隻股份 近來油價真的跌得非常之厲害 都見到883敏感度那麼高 起上來都要繼續跌下去 有沒有機會 接下來可以反彈回家鄉的位置 我覺得要等到反彈回家鄉的位置 真的比較困難 因為近期來說 油價的跌勢 真的非常明顯 你看到紐約旗油 其實就近期 幾年來的 很少真的見到明顯地跌穿80元這些水平 所以你都見到油價下跌 其實最主要原因 都講到現階段其實整體延 整個國際水平 原油的產量是非常充裕 油組都講到這麼充裕的情況下 之前很多的北明朗因素 包括可能中東局勢緊張這些因素 其實都未必再會刺激到油價上升 而聯儲局退市等等這些因素 都會令到這些商品資源價格 未來來說持續會有下跌的勢套 不排除會有機會出現 而最重要就是 很多國家地方現階段 都不再去依賴原油作為能源的主要供應 雖然原油的需求未來未必那麼強勁 而883除了這方面的風險因素之外 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公佈之前第三季的業務狀況表現的時候 在產量方面都大失市場預期所望 甚至市場大行都有些說到 883出了一些搬龍門的情況 即是說之前他們收購加拿大的業務上面 是不包括這方面的產量上面 現階段都將整個油產量目標突然間去調整了 股價我擔心未來來說仍然有個調整壓力在 所以怎樣部署呢 從整個技術走勢 短期後市來說 我覺得股價是很大機會會試回52周低位 11.4這些位置 所以這些位置急不急於止蝕住 就真是兩體的 如果你說持貨不多的話 暫時來說再等一等 看看股價有沒有機會反彈到調十天線 12元流上的水平 如果能夠反彈到12元流上 我都建議先行減持 但是如果你說持貨持重的話 這些位置我都覺得可以考慮先行止 因為你說股價 我覺得的而且確有機會試回11.4這些位置 暫時來說情況似乎不多樂觀了 是的 馬里先生是否還有另外一隻股份想問 我想問那些883問題可不可以交貨 交貨就真是不建議 始終覺得油價短期來說 就真是比較難有提高一線的跡象 我覺得你說石油股當中特別883 短期來說反彈的空間真的有限 我不建議這些位置交貨 那2601呢 我就29元左右買 29元左右 現在又不知想用波間怎樣情況 怎樣處置呢 好 看到了 2601中國泰保現價做28.5 跌超過1% 都看回之前 10月底公佈的頭3季的業績 就看到按年增加1成多 但其實中期的時候 多賺2成半 看到有倒退的情況 怎樣看回這一隻股份呢 其實泰保今年的業績 都叫做平平穩穩 不算是最好 但也不是最差的一間 其實內險股 現階段我覺得 勢頭上 是有條件看回好一點點的 始終內地整個投資氣氛 都有個明顯改善的跡象 也看到今年來說 保費收入是有個改善的跡象出現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看回內險股 一眾股價的走勢上面 表現就真的不差 甚至之前擔心 AH股差價的問題 都開始慢慢地改善 我覺得後市來說 是有條件 提高的線 從來整個技術走勢 雖然說到現階段 帳面上是會有損失在 但我也相信 27元這些位置 也是之前橫行區間的底部 有個非常良好的支持力度 也看到今天股價 雖然一度跌穿50天線這些位置 但是跌幅都有所收窄 不跌穿28.5元之前 短期後市來說 仍然是有條件看好的 所以我覺得 再看回 短線阻力的位置 其實現階段是30元這些位置 但是如果能夠突破 30元這些水平 股價是有條件在創新高的 所以我建議這個部署策略就是 中線持有 不跌穿27元這些位置 繼續拿著問題 就是不大 好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李先生 我們最後跟進電郵方面 有一位叫做 淵淵的家庭觀眾 問一下598 中外雲 今天就很厲害 跌超過 曾經跌超過兩成半 那麼多 他就說 他在5.88這些位置買入 現價還在4.94 跌超過1.6 怎樣看回這隻股份 前景又應該是怎樣 論基本因素 這隻一直跌到非常暢號 或者太好的 始終內地的物流 需求等等 仍然是有條件太好的 但是你看到今天 股價急跌移動 跌了下來 其實你說實際上 確實的消息是仍然未有 不過你看回一些網上的傳聞 公司都出現了一些醜聞等等的新聞 當然這些新聞仍然是未證實 完全不能夠分析 但是你看回股價一度出現急跌 而跌幅 在見到11點之後 亦都有所收窄 所以可能某程度上 這些消息未必能夠確實 所以我想你看回 短線來說 技術手勢的操作是非常之重要 其實你看到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在現階段可以看回 4.8這些位置 始終在說股價急跌下來 短期後市來說 就很難有太大的衝勁 除非真的見到這些消息 真的完全沒有消息 而證實最後只是純粹一個 突然間震仓等等的行動 我建議策略上面 可以留意4.8這些支持位 不再跌穿4.8 暫時來說可以繼續持續 等到股價反彈到接近50天線 5.6這些位置 才去考慮減次 好,謝謝Anon 跟我們分析了這麼多隻股份 暫時問答環節先來到這裡 先替你做一個申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好,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問答環節 家庭公眾可以打電話來 204-6566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ASKFBSchannel.com 稍後再談